词曲 李宗盛 因为我看你有写诀是三个层次嘛 觉察 觉观 觉照 那像我们平时可能就是 学习身心灵的人啊 或者怎么样修行的人都会 常常会听到一句话就是 你要知道你的起心动念啊 这样子那知道自己的起心动念 或者知道自己有情绪 或者有什么想法 这个是处于您说的这 觉得三个阶段的哪个阶段 我们又把它分得更细了 分成四个阶段 首先要体会到觉 也就是你自己的心究竟是什么 有了觉以后才是觉察 觉察就有一点像mindfulness 就是很红的正念禅修 但是又比正念禅修多很多 因为本来正念禅修啊 这些就只是整个禅修里边的一部分 那在国外比较可以推广的 这部分叫做正念 那再来那个有了以后 比如说你能够有觉 这是最禅修的核心 但是你会发现 你的觉生活中保持不住 可能有一个烦恼来了 老婆先生吵架了 财务损失了 烦恼就又出来了 所以慢慢还要再第二个叫觉观 也就是开始认真看到自己内心 我每一个烦恼起来 到底它后面的原因是什么 像有的人随便讲一个 好像夫妻吵架 通常都是这件事情在吵 但事实上有时候不只是这个 这个事情只是点火线 但是后面可能是 对某一种生活习惯 或者以前的记忆 以前的性格 我没有注意到 我们只是在这个事情上吵 但事实上它和后面还有东西 那后面这个不消掉的时候 那个烦恼它永远还会再跑回来 所以才有觉观 然后一步一步慢慢再往生的里面待 那我觉得这次 我们也是教学这几年下来 发现尤其对很多学佛的人来讲吧 或者开始学佛的人 其实就像我早年叫做过早的跳极了 也就是说马上就想到我要了生死 我要离开轮回 我要进入禅定 都好像一种我要得到一个什么东西 但是如果前面第一步没做好 就是烦恼基本上没有得到控制 然后没有得到一点快乐 然后家庭生活关系都没处理好 就跑去要去政务 了生死 就搞出很多很多问题 甚至掉的一种 有点类似迷信的一种误区里面去了 有的人他会过度强调轮回 那我就实际上有很多人问说 到底有没有轮回 我说现在不重要 我说如果轮回 我是个非常帅的人上辈子 现在还就这个样 如果是个美女 这辈子还是一样 然后上辈子杀人放火 人家也不会把你关起来 上辈子是国王 你没用 就算你是乾隆康熙 你去故宫拿个东西试试看 你给抓起来了 所以有时候过度去强调轮回的时候 他有时候就忽略了他应该尽的责任 因为现在社会压力太大 如果只是把佛法当成一个逃避的一种 一个工具的时候 其实是没用的 你变成不想工具 你就去念佛 但是问题是你还是没有钱 还是需要付房租 还是有一大堆烦恼 所以一定要开始运用到 绝在生活里面解决烦恼 解决生活中的各式各样问题 把父母 夫妻 孩子 这些都处理得不错了 这时候再去探究生命的真相 那时候就比较容易跟比较顺 那以前我也是一开始就急着想去探究生命 前面东西就没有搞清楚 就变成会浪费很多时间绕一个大圈子 可是我一直以为是说 就是比如说觉察 第一个阶段的觉察 或者自我了解 我一直以为是 所有在做修行这件事的人 都已经在 都已经在懂的一个事情 比如说并不是 没有 没有 道理是容易懂 但是你能够多快地一直觉察 因为不只是要觉察你的起心动念 因为好像你坐在那儿感觉自己有念头 这稍微练两三次就会了 这不是很难 小孩子都会 是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说你要开始感觉 我时常叫做自动导航模式 也就是说某一类人讲某一类的话 气死了 嗯 某些人讲某一说 啊 太棒 太好笑了 我们内心有很多从小到大 养成的这种自动导航模式 我喜欢吃这酸的 你给我吃辣的我就不爽了 就是我们的烦恼都是透过自动起来 但是这个电光火石的在发生 所以光是觉通常你只看到 我烦了 我生气了 这个东西你没有看到 你这个是怎么产生的 你没有看到它是怎么产生 就是没有觉察到 它整个过程的时候 你烦还是烦 你觉察到我生气了 过一阵不气了 下次又生气 一直在觉察结果 或者觉察脑子在想东西 但是你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一直卷在这个里面 所以还要有声音部的觉观 等于透过观念跟改变你内心的一些东西 才能够把烦恼解掉 那其实佛法的目的是离苦得乐 那你要离开轮回也是要离苦得乐 但很多人修修修 像我以前越修越烦 越修越急 那其实就本末导致了 所以我们就发现现代人要有一套不一样的方法 把人慢慢慢慢带进去 我想那两位老师就是说 大家回过头看 就是过去做的那些功课也好 或者说所谓走的那些弯路也好 它其实是不是也是在打一个基础 或者说它的这个必要性 是不是其实也蛮大的 当然试过了要说 以前吃的苦都是有意义的 有价值的 这种也是给自己一个安慰 你知道 其实已经过的已经过了 那当然我也看到里面是有一个帮助 这个帮助就是我对于看到别人在绕路的时候 真的从内心有个感觉 想帮助他不要绕 但是回头看 的确很多苦是不必要的 它就是我讲的这个顺序没搞清楚 学数学一下上小学 一下上幼稚园 一下上初中 你来来回回 这样上了半天以后 久久惩罚表没背好 你数学就是不行 它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原理 然后再来一个是目标时常设错了 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太苦压力太大 所以很多人都想找一个逃避 他可以逃避到宗教 他可以逃避到身心灵 他可以逃避到什么都不做 我就正念打坐 此刻好舒服 其实都是逃避 他没有去面对你产生烦恼的这些原因 怎么产生的 怎么去解这没搞清楚 那如果没有把这个解掉的时候 想透过就有点好高骛远 找一个东西来把烦恼 要把它给压掉或埋掉 这个到头来是不行的 但是我以前没有搞清楚这一点 就把明星建设当成了个目标去追 它不是个东西你去追 它就是一个你禅修你会体会到的一个状态 然后练习怎么维持它 能够不落入烦恼里面 那至于很多人他想追求福报功德这些 其实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福报跟功德 福报跟功德 福报其实就是 如果你 人间的身心健康快乐 家庭事业圆满 这个东西就叫福报 但是很容易我们 可能现代人吧 我们会把它当成好像是一个存钱一样 我就做了这些事 我得到这个福报 我在做的事 我又得到这个福报 再做福报更大一点 然后有一天这个福报就会怎么样 但其实不是这么一个运作原理 它是此刻你没有得到这种欢喜快乐 是不是在朝这个方向走 如果主要是在人间的这种家庭幸福圆满快乐 朝这个方向走的话 就是要讲在追求福德 如果是在追求 我希望能够有更高的灵性对生命的认识 而且开始体会到这块东西能力都叫做功德 而并不是一个福报跟功德 不是一个要得到的东西 所以就是面对我们真实的每一天的生活 最重要的还是那个绝 就是它是最能解决生活当中烦恼的一个方法 它是一个 它等于可以说是一个药池 但是它不是所有 等于说它是一个药池 你可以把门打开了推进去 学到各式各样的方法 解决我们很多不一样的问题 感谢观看 我妈妈又给你 我妈妈又给你 我妈妈又给你